在人们的印象里 冰川一定是在极度寒冷高海拔的地区 那里遥远而又偏僻 一般人难以到达 但在四川有一个现代冰川 可以改变你的印象 位于四川阿坝的达谷冰川 离黑水县城只有三十千米 是中国离城镇最近 也是最易到达和接近的冰川 冰川 是极地或高山地区地表上多年存在 并具有沿地面运动状态的天然冰体 是地表重要的淡水资源 达谷冰川 目前共有十三条冰川 它们散布在二百一十平方千米的范围内 站在海拔四千八百六十米的山顶平台 打鼓冰川最主要的三条冰川并列相连 一览无余 在夏季 冰川脱去了数米深的积雪外衣 显露出最真实的地质地貌 眼前的这条冰斗山谷冰川 有着非常显著的特征 它的褶皱状层里 像树木年轮一样 线条优美而清晰 这个冰川层里可不光是好看 它记载了第四季冰川末期 全球气候的交替变化 在冰川的下面 有一个冰气壶 它是冰川在消融后退时 携带的历史 在地面堆积阻塞形成的 眼下正值八月 是一年中打鼓冰川消融最快的时候 走进冰川 可以看到大量的冰川溶水穿裂缝而过 形成千末纵横的冰沟 神秘而又深邃的冰洞 也是滴水不停 打鼓冰川从远古走来 又从冰洞中苏醒 这些冰川溶水 从涓涓细流 又汇聚成一汪汪碧蓝的湖水 镶嵌在群山之间的冬错日月海 静蜜柔美 被原始森林环抱的打鼓湖 湖光山色令人陶醉 冰川 雪山 森林 草垫 构成了打鼓冰川 独具魅力的立体生态系统 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资源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全球以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 极为明显 打鼓冰川是海洋性山地冰川 这里气候湿润 降水丰富 雪线海拔低 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尤为敏感 研究发现 近三十年 打鼓冰川的整个冰川面积 消融了近百分之七十 近几年 中国科学家已经在打鼓冰川 展开了应用人工措施 减缓冰川消融的试验 随着人们对冰川的了解增多 如何保护冰川 也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话题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